这世上人可以提出超过一千零一个问题 但各位认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这是谁曾在圣经里问过的问题 就是看守被囚禁的保罗·希拉的狱卒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敬族一醒,看见尖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敬族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抚负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各位曾否也问过,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其实我们能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是最重要的问题呢?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人的生死或福,关系到天堂或地狱的命运 圣经讲的得救,指的是从罪、咒诅和永远的刑罚得拯救 懂得这么问的人,起码是意识到自己有问题 并且也是关心自己命运的人 这也是一个人蒙恩的开始 因为如果人对自己的永恒的命运没兴趣 那么也必然对救恩的信息无动于衷 但奇妙的是,圣经给这最重要的问题的答案却非常简短 为什么呢? 因为得救的方法原来很简单 人并不是要做一千零件事才能得救 乃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单单信主耶稣 如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的 耶稣也曾说信他就是在做神的功 约翰福音第六章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 其实更准确地说 我们得救并不在于我们的行为 这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 我们得救的根基是建立在基督耶稣所为我们做的事上 而不是我们为神做了什么 正如罗马书第三章说的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即使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了 用合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 人称义是因着信 不在乎遵行律法 这里清楚说明 人得救不是因为人行了律法 事实是 神主动猜浅他的独生子耶稣 代替罪人付了罪的代价 受难受死 然后也得胜 复活升天掌权 耶稣已经完成了 罪人与神和好所需要做的一切事了 所以与其问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不如问当信什么才能得救 神不要我们盲信 乃是要真信而得救 当然我们应该相信整本圣经里的话 但难道我们一定要完全明白 圣经里的每个经文才能得救吗? 其实不是每个经文 都是每个真信徒能马上明白的 我们信主后还需要一个更深认识神的过程 而且有些圣难解释的经文和属灵奥秘 甚至是我们今生都无法诠释的 所以我们不一定要理解每句经文才能得救 那么有哪些很基要的真理 是我们必要相信才能得救的呢? 我们来参考罗马书第十章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我从前领受了又传交给你们那最要紧的 就是基督造这圣经所记的 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埋葬了 又照这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注意 保罗只是很简短地说明该信什么才能得救 可见 使人得救的信心只涉及一些最要紧的基要真理 有许多次要的神学教导 如漠视论、洗礼方式、对神迹歧视的观点等 都与救恩无关 刚刚读的经文说到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 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是个罪人 若我们觉得自己无罪 又怎么会觉得自己需要任何饶恕 或是耶稣的拯救呢? 另外 我们也要相信 有一位审判罪的圣洁的神 祂的震怒必定会临到反犯罪和背逆祂的人 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相信 神唯独赐下一条得救的道路 就是借着信祂独生子耶稣才能得救 并没有其他得救的路了 信耶稣什么呢? 就是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就无法得救了 其实得救的信心 不但是要知道和认同福音真理 还要对耶稣有个人的信靠 得救的信心 不单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 或是理性的认同 更包括了在心中真实悔改 并倚靠耶稣 信任祂的救赎 认祂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各位 你是否像那狱卒一样 也想得救呢? 那么你已经信耶稣了吗? 愿神敞开你的心 也让你能够信靠耶稣 而得救 我们要再次继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